當時我就是 超過這個位置 高度超過這個位置 那可以幫我等一下下 陳信保姆將雙手平舉在腰部 他說當時她就是像這樣抱著女嬰 距離地面大約只有105公分 因為手突然一陣貪軟 才讓女嬰甩落地面 你說哪裡 這裡 對 我就把她抱起來 然後又把她放到她這個位置上 那當天我不曉得是因為我太累了 還是怎麼樣 孩子還沒有 到底看孩子就是 就掉了 被摔落的女嬰右腦嚴重受傷 腦部出血 還出現雙側視網膜出血的情況 醫生說從低處摔落 根本不可能這麼嚴重 懷疑女嬰是遭到虐待 案情不單純 加上保姆惡意銷毀監視器 檢察官靠著半年的抽絲剝繭 才讓保姆坦誠 她因為受不了女嬰哭鬧 將女嬰高舉過頭後 重重摔在地上 保姆身高大約160公分 小女嬰從高處重摔 造成右腦重傷 留下後一陣 看看九個月大的小女嬰 已經會在地上爬 一雙水汪汪的大眼 配上燦爛的笑容 現在卻只能靠著復健 一點一滴進步 爸爸滿是心疼 但最讓爸爸氣不過的是 保姆不但對小女嬰痛下毒手 還一再說謊 湮滅證據 這個不是一個不小心的一個情況 而是有一個故意傷害的行為 建行法院能夠審作上該情勢 予以從中良心的一個情形 事發半年 拖嬰中心已經停止營業 連招牌也已經拆除 女嬰的媽媽為了照顧寶貝女兒 辭去工作 因為保姆湮滅證據 讓建方辦案難度大增 現在檢察官認定 保姆是蓄意衰硬 依重傷害罪將他起訴 因為保姆犯態度惡劣 要求法官務必重重量刑 以免姑息這位惡保姆 謝謝黃湘錦 臺中報導